國務院任命警務處副處長盧偉聰 今天起接替曾偉雄出任處長 是回歸以來第六位警務處處長 警隊未來要面對政改可能引發的激烈示威 盧偉聰說會不偏不以執法 並且會改善警民關係 梁蘇婷報導 53歲的盧偉聰今天起接行做警隊一哥 他說首要是打擊科技罪行和加強反恐 上場之後或者要面對政改所帶來的激烈示威 加上警隊民望插水 就說會不偏不以地處理 是會秉承政治中立 以公平公正不偏不以的態度去處理所有的事情 至於這個警民關係 我覺得我會在上任之後 我希望可以加強跟市民的溝通 進一步多些解釋我們警隊的行動 和警隊的決定背後的原因 他由承諾會跟進記者遇襲案 和七個警員涉嫌雙人案 在處事守法方面 屬於鷹派還是假派 他就表明與曾偉雄沒有太大分別 如果警隊做錯事會不會出來道歉 就要視乎情況而定 如果真的有做錯就不能夠賴貓 盧偉聰是回歸以來第六任警務處處長 預計他的任期去到2018年 效力警隊37年的曾偉雄背顧光虛4年處長工作 雖然已經盡力維持治安 不過他還有遺憾 不少的示威人士是視法律如無物 甚至上是有政黨背景人士同樣是罔顧法紀的 這些對香港的治安是沒有任何的好處 很多很多都是同事怎樣 能夠無懼風雨繼續頂住 亦都不想是因為請一時以氣來害了香港 行政長官梁鎮英就發聲明 深信盧偉聰能夠帶領警隊迎接未來挑戰 又感謝曾偉雄的卓越領導 亞洲電視記者能數聽報導 答案